大家好,今天还是讲一期美国的事情 美国的大选牵动人心 这个世界太黑暗了 心里其实很不好受 我是说实话 我是在遥远的一个鸡脚嘎拉的地方 想念着美国的事情觉得挺搞笑 自己就是一个小的不论再小的小人物 但是想到美国的事情 各种闹心 以至于做梦都梦见美国的选举 梦见美国的民主党搞作弊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 这是人类最黑暗的时代 最明显的表现 其实我们之前都说过的 维特根斯坦在谈人类的伦理学的时候 开口就说过一句让我永远记住的话 他说一个人如果撒谎 他对自己有利他为什么不呢 他说这个话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你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来自于上帝的绝对命令 你没有一个基本的敬畏 你没有一个心里的秩序的话 这个事情我撒谎对我有利我当然要撒谎了 我这个选举如果我想得到选举的结果 我想这个当总统我当然要偷票了 那理所当然没什么好说的 为了达到我的政治目的我可以无所不用其机 人类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政治的秩序和这个社会运行的秩序 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说的不好听点 在一个非洲的原始布诺这个地方 只要你有考试你作弊都是都是不对的 但是在美国居然就是堂而皇之 居然就开始搞啊 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呢 我称之为美国发生在11月1号的三大丑闻啊 第一呢是这个肯塔基这么一个老红州 居然有人拍到了一个视频去投票的时候 他是电子投票嘛 就是在那个电脑的这个显示屏上面戳嘛 是不是我看到东西我倒是蛮奇怪的啊 因为我们投票都是纸票嘛 首先他排队一个一个进去 进去以后呢完了以后呢 有一个办公桌啊 然后呢是两个党的人都在那边 然后呢经过两道身份的检测 首先呢是这边的一个党 右一党看你的身份证啊 看你的人的样子是不是代替的是不是 然后查你的资料 然后给你签字 完了以后然后再左一党又又检查一遍 看你的身份证看了以后呢 然后再有一个工作小组 把你的身份证输入进去 然后就是这个机器里面就是打印出一张 现场打印出一张这个什么选票 有代号是吧 上面还有名字 还有我的名字 真的有的 就叫实名投票 不是无级名投票 完了以后我就拿着这张这个选票 纸质的选票 然后走进里面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小隔间里面 然后里面有这个灯光有笔 有各种各样的设施 还有水 渴了还可以喝 然后你拿着那里的他们专用跟你准备的那个颜色笔 然后在你想选的人面前打一个勾 不是打一个勾 是划一个圆圈 把这个圆圈里面投实了 然后投完了以后 然后再拿着又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呢 前面有一个投票箱 塞到投票箱里面 就这样子的 然后现场有人唱票 马上就有人唱票 然后就给你 你拿到了一个票 票单里就有一个纪念品 就这么一个情况 不可能作弊 是吧 我不想到美国这边是电子投票 就在上面戳一下 你想想计算机啊 多么容易作弊啊 因为计算机它是有程序的 而程序是设计出来的 所以我老给大家讲一些基本的道理 现代社会是个科学的社会 是不是 是个科技的社会 但是你要知道科技这个东西是中性的 我以前读这个奥斯丁的 论自由意志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事就弄明白了啊 我们中国人都不明白了 比如说阿拉伯人 脑袭的男人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 他就把女人用头巾包起来 是不是 因为他把所有的道德的罪问题 都推给女人 因为女人你胸太大了 你穿戴太暴露了 你能够引起别人的欲望 所以问题是女人 是不是 那西方社会有一段时间禁酒 是不是 不准喝酒啊 怎么禁酒 美国都这样的 牛逼哄哄的国家都出现了禁酒令 是不是 奥古斯丁怎么说的呀 说酒 每一酒是没有错误的 错误在人 是你人要酗酒 不是酒要酗人好不好啊 所以色情的问题不是在于女人太美丽 而是在于欲望太强大 人的问题 所以酒的问题 酗酒的问题 不是因为酒太有诱惑你 而是人酗酒 人这个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奥古斯丁说出了一个石婆天津的名言 永远不要去怀疑事物 永远应该被怀疑的只能指人 是不是 所以核武器 电脑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它的确能够为我们人类带来方便 能够比如核武器这个东西 你可以用它搞核电站啊 你可以搞核动力啊 好事情啊 但是人坏了以后 核武器就跟着就坏了呗 是不是 所以任何一个好东西 比如说计算机这个东西 比如说投票的计算机投票机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但是看谁用 如果是一个坏蛋 他就拿这个投票机来投票 你怎么办 没办法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什么呢 就好像一个婴儿 一夜之间早晚上的时候 睡觉之前 发现这个婴儿还是只有两岁 只有两个月大 孩子躺在那个墙堡里面在哭 第二天早上 发现这个婴儿的脑袋 还是这么个样子 智女一点都没有发育 但是这个婴儿的身体 已经长到两米了 今天的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科技是一个巨人 但是人类的大佬还是个婴儿 今天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三千年前相比 道德水平不是提高了 而是降低了 过去的人做事情是有底线的 现在的人做事情很多人是没有底线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看美国这个国家这么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丑闻不断 肯塔基这个州居然有人去投票 点了川普的这个名字 结果显示的是 他计算机后台显示的是你点了哈里斯的名字 我就问你服不服 你根本就没办法 而且你完全找不到证据 完全留不下任何的可以上法庭的证据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是不是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丑闻吧 第二个丑闻 跟他不要脸 我觉得是不是 在那个什么 密西根州 哦呦喂 我的一个区域 是不是 说本来只有17万个人在那里 本来只有17万人 结果现在投到了30多万个票 说多出了16万张票 哪里不明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你一共你这个州 就这么多人 你这些多的票从哪里来的呢 完了以后呢 说是故障 是吧 然后共和党这边 川普这边的人一查嘛 是故障 你是哪有这个故障 是这样出的嘛 所以计算机这个东西 我真的有情的劝大家 千万不要过度依赖它 计算机这个东西 可以当你人成为一个自由 即自律的人 计算机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长知识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人是一个下三难 像习近平一样 像奥巴巴一样的 像哈里斯一样的 什么事都敢干 我跟你说 计算机将是吃掉人类的一个恶魔 所以你看这个马斯克这个人 他很聪明的 他是一个科技大神 是不是 是一个火星人 但是他不止一次两次忧心忡忡的告诉大家 人类社会 人工智能最后有可能毁灭掉人类 是不是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人类研发出了牛逼轰轰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反过来把人类社会毁掉 问题在哪里呢 是人工智能吗 显然不是 是人 人出了问题 上帝都愿意看一眼 所以奥古斯丁的话多重要啊 永远不要去怀疑事物 永远应该被批评的只能是人 这些个道理我们活了一辈子 我们活了三千年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千年的文化传统 有一个老师帮我们说过这个话吗 没有 真的 所以我这个节目吧 虽然也不是很火啊 但是我很高兴 昨天又有一个人给我写邮件 哎呦 他说在这样的黑暗的时代 他喜欢看我的节目 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 真的 他说他是墙内的一个小韭菜 九月份才刚刚从国企被劝退 现在还没有工作 从八月中旬开始看我的节目 是不是 不敢订阅 只敢看 因为我怕惹上麻烦 他就讲 他说每当苏老师引用圣经金句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天上的灵在啊 耶稣说 凡两三个人在一起 因我的名在一起的 我就在他们中间了 我看到的灵为了福音呢 很努力 我很感动 是不是 说我引用了耶稣是光 耶稣说的光和盐的举例 我觉得 我要发一个邮件给苏老师 希望你能够在这样的工作上面坚持下去 容主爱人 传播福音 我做节目最大的快乐 最大的喜悦就在于这个地方 虽然有些节目呢 为了这个养家糊口 我现在为了争广告非很上不了台面 但是我从来不掩饰我的无耻 我是一个很坦诚的很真诚的人 所以很多人说太真诚了 有一次我还说我看过毛片 有一个人给我休息 说苏老师你太真实了 我也经常 我也偶尔看看毛片 不经常看 是不是 人就是这样 你装什么呢 是不是 没有必要装的嘛 今天的美国啊 民主 自由 尤其是民主 已经是一块遮羞布 你知道吗 今天的美国的制度设计 民主的这个旗帜 已经是一块遮羞布 在这个遮羞布下呀 充斥着这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 最无耻的丑闻 说宾州出了两件事情啊 一个是说他们提前公布了 哈尼斯已经压倒性的慎选 过来一会儿说 这是一个错误 极其出故障了 哪有那么的故障 你的故障怎么不是川普赢呢 你怎么是哈尼斯赢呢 还没选呢 臭不要脸 说宾州还有一个小孩去投票了 一个中国学生 完了以后这个 被发现是个没有身份的人 然后居然把票投出去了 而且这个票是无法收回的 我搞了半天 美国的投票是无纪名投票 你投出去 投进去不管了 我们这边都不是的啊 我们这边每个票都有号码的 是不是 我随时可以查 20年之内随时可以查 你有没有修改我的票据 你有没有修改我的投票的名单 我有时候没事我去电脑上查一查的 很容易查的 输入你的身份证信息 是吧 进行身份认证 立马就给你显示出 你投了几次票 在地方选举 总统选举 议会选举 你怎么投的 清清楚楚 一个清单 美国这个国家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美国这个国家 现在特别像当年的苏联 当年的苏联 发明了这个人造卫星 宇宙飞船 世上最强大的军队 苏联感觉到巨牛逼 但是 但是这个苏联当时 老百姓没有牛奶喝 没有面包吃 真的 连一个电视机都没有 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的 今天的美国可以上火星 今天的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这个战机 那个战机 这个导弹 那个导弹 牛逼轰轰 今天的美国的航母 这是 叫做独孤求败 但是美国 这么一个高科技的 这么一个国家 居然连一个小小的投票 这么一个东西都搞不定 这么多事儿 出了问题是故障 是不是 你多聪明的一群美国人 这个投票机 这个东西它有那么麻烦吗 它有那么复杂吗 摸着你的这个脚趾头想想 有那么麻烦吗 很多人真的是 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当美国的投票 都如此的不被人信任的时候 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会遭报应的 谢谢